安裝失敗的話 記得如果說你要把它 我是建議你乾脆把它整個砍掉好了 這個整個砍掉的話呢 不過他現在按刪除 我看一下這邊右下角有沒有已經移的掉 可是你現在按移除的話 他也好像不給你移除 我看一下直接 他會出現這個 為什麼因為他說有那個程式正被開啟 哪些程式呢 其實就工作管理員裡面有剛剛講的 只要有三個 你可以排序一下 基本上就是http 這兩個 主要是這兩個 他是Apache後面其實有Apache server 然後另外就是那個MySQL 所以有總共有三個 往下再拉一下 這個是Apache server 另外這邊有出現叫MySQL D 所以這三個 你如果說你要移除掉了 因為如果你要 那整個把那個資料夾砍掉 你現在也沒辦法砍 砍不掉 因為他已經載到記憶體裡面了 除非你要把它從記憶體裡面 先 怎麼樣 先把它清掉 你才有辦法把那個檔案給 給那個 給移除掉 給刪除掉 這個道理跟那個什麼 跟中病毒差不多 因為病毒為什麼沒辦法移除 因為它在記憶體裡面 除非你找到那個東西它是病毒 你把它移除掉 你就可以把它給 給清除掉 OK 所以這邊的話到底是差不多的 所以這邊可以把它結束 結束的話 我是建議啦 你可以按右鍵 把這個給結束 程序 瓜哥對這熟不熟 因為這我常做 像我的電腦基本 不過它又 又RUN起來 所以可能要 其中一個 它又RUN起來 它有點像病毒一樣 所以病毒就類似像這樣子 所以你可能要 要動作比它快一點 不然的話就是先 OK了 它有兩個 一個可能是 一個是被啟動的 一個是啟動的 所以你可能兩個你要跳一個 就是你要清那個 兩個都不會起來了 OK 反正試試看 知道意思就可以了 好這個的話就是把它 這個 移除掉 那移除完之後呢 它就不再出現 也就是在記憶體那邊沒有了 那你就可以怎麼樣 你就可以 再把 剛剛的這個 有沒有 再重視一下 它就會整個 就幫你把它移除掉了 剛剛這個 剛剛這個 這個 把它重視一下 看不到它 把它 那這個 這個 再低疊 OK 這樣的話就可以了 把它移除 也就是說 它如果已經被載入到 這個記憶體裡面 那你就沒辦法刪除 那再來你就是 再重新 做一遍 如果你在重新解壓縮的話 那記得我因為我這電腦有 所以我可以解壓縮字詞 那解出來之後 等於就我變要重新再 RUN過一遍 所以 這個 因為大家同學 蠻多同學 電腦裡面已經有舊的 所以如果你有舊的 但是又沒有 這個 密 帳號密碼 密碼又不對的話 那可能你就要重新再來過 那 再來也許 如果你把它RUN起來之後 接下來 還有哪些步驟呢 基本上等一下我們就要來講 就是如果在MySQL裡面 做什麼呢 建立資料庫的動作 也是跟上禮拜 上禮拜講的一樣 只是說把SS的建資料庫的 那個方式 轉移到MySQL裡面 所以我們基本上會在 MySQL裡面做什麼 第一個 建一個資料庫 資料庫名稱叫問題01 問題1 OK 然後可是你要特別注意 後面的那個 編碼方式 記得用這一個 你把它捲到最下面 再往上拉 會看到有個 UTF8 unicode 實際上現在的編碼方式 都是用unicode 那早期的話會用 ANSI OK 那不過 基本上都會用這個編碼 那你再把它按個建立 建立完之後呢 你會發現 在你的 這個 PHP MySQL下方 會多一個問題 1的一個資料庫 在這個資料庫 在這個資料庫裡面呢 你可以建 無限多格的資料表 OK 然後資料表名稱的話 我們也叫問題1 那我會需要有幾個欄位呢 這個欄位數 各位可以參考一下 如果你上了禮拜的那個範例 假設沒有存好檔 你也可以拿我雲端上面的 來參考 有第1階段是原始的 第2階段 今天是第3階段 你可以拿這個 然後 基本上呢 這裡面的話就是 我希望把 總共有5個欄位 那當然 我希望把什麼呢 把這5個欄位 的資料 我要先建立 裡面是空的 一個資料表 資料表名稱 要問題1 然後呢 把這5個欄位建立好 然後就把這些資料 怎麼樣 幫我倒到 那一個 MySQL裡面 所以等一下的 任務就是這樣子 倒過去之後的話 當然我們要雙向的 倒過去之後呢 那再把這些資料給清掉 那也就是說 我前端有很多人都做一樣的事 我要把資料 匯整到MySQL裡面 那清掉之後呢 再從那個 MySQL裡面 再把它查回來 我們大概 練習大概就這樣 然後基本上如果 你可以雙向的溝通的話 那我想後面 就比較簡單 那裡面的話 當然就增加欄位 那有5個欄位 就分別把這5個欄位的資料 給加進去 加進去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練習什麼 練習MySQL了 那MySQL呢 上個禮拜有講過 裡面的話 如果你要跟MySQL溝通 還是一樣 你需要懂得Seql語法 那Seql語法 我上個禮拜有提過 就是說 最重要的不外乎 就是查詢 新增 修改 刪除 那這些的話呢 當然可以在MySQL裡面練習 那怎麼做 請各位 一樣 把剛剛的東西呢 先run起來 待會我們再把那些 部分 再來看 限定資料庫呢 接下來一樣 我們就把那個 MySQL 其實就是這個按鈕 所以關鍵的話 就是 這個是 Security 這個是進到 PHPMyAdmin的管理工具 那這個PHPMyAdmin 實際上 它就是 專門管理 MySQL的一個 圖形化工具 那它是一個 網站 OK 一個網站的 所以所有動作都在 都在網站上面執行 那網站是靠誰去 去 啟動 所以 是靠這個 Apache 因為我們有Apache 才能啟動它 也就是如果沒有Apache 那這個也沒辦法啟動 OK 所以特別注意 它的觀念性 大概是這樣的 好 好 那我們接下來 看一下 進到裡面 該怎麼使用它 第一個 請你先切到HOME 或者你不切到HOME也沒關係 你只要確定你可以點到資料庫 這三個字 OK 點到資料庫 如果沒有資料庫 你先點HOME 然後進到這邊 再來的話 它問你說 你要建立資料庫的名稱 叫什麼 因為這個資料庫名稱 它有支援中文 所以我們用那個 比如問題 1 編碼方式 與排序 記得用 拉到最下面 再往上拉一點點 會看到一個UTF8 Unicode這個選項 請你選這一個 OK 按個建立 記得不要選錯 選錯的話 可能你將來 從這邊抓回去 抓到Excel裡面的 資料 可能會變亂吧 尤其中文的部分 OK按建立 這個時候它會出現 已建立了 那建立的位置在哪裡 請各位注意一下 建立完之後呢 這一邊都是資料庫 所以它上面這些都是預設的 有些是新 有些是那個系統的 所以你不要動它 沒事你也不要把它刪掉 刪掉可能 MySQL就不能work了 所以我們建立的是這一個 問題1在這裡 所以已建立了 那建立完之後呢 資料庫 資料表 欄位 所以呢 第1步完成了 第2步的話請你點選這個 問題1的資料庫 這個時候呢 裡面完全沒有任何的資料表 所以呢 我們可以也建立一個叫 問題1的一個資料表 問題1 那欄數的話呢 因為我們根據 我們等一下要練習的 有1到 就是姓名到標準體重 總共有5個欄位 那其實它的關聯性呢 反正就是工作表對到資料表 OK 檔案呢對到資料庫 OK 所以 這關聯性有了之後 反正你就一個蘿蔔一個坑 那個地方是要給你放資料 所以5個欄位 那這邊預設是4個 請你把它改成5就可以了 按個執行 好 再來他會問你說 那你這5個欄位名稱叫什麼 有沒有 123一個蘿蔔一個坑嘛 我們有5個欄位對不對 5個欄位名稱的話呢 你可以把它複製一下 好我的習慣 教各位有個 脫欄的方法 貼到最下面 好 名稱有上來嗎 或者好你可以有上來的 那我的習慣是 貼過來之後呢 他有5個欄位 然後有個脫欄的方式 就是可以拖拉過來 姓名就上來了 身高呢 可以拖拉過來 體重的話呢 可以拖拉 不過特別注意 旁邊記得不要有空白 不然以後你的蘿位名稱 可能就是叫姓名空白 那如果姓名 姓名空白跟姓名是不一樣的 所以你有可能 所以你要檢查一下 不要偷懶 這個偷懶 有的時候是因為你的 你的道行有到那裡 不然的話你可以 有的時候只學到皮毛 然後 就會變成反而會有錯誤 最後記得再檢查一下 有沒有空白 因為我最擔心就這件事 之前真的就有同學發生這樣的問題 完全都沒有錯喔 但是就是寫不過去 一看之下 原來是 他的蘭位名稱多一個空白 那空白他也是屬於 他的蘭位名稱之一喔 OK 所以這地方要特別特別的注意 還有甚至有同學是在這邊多個空白 所以變成他的 他的蘭位名稱叫空白姓名 OK 所以 這些都不要發生了 因為這東西 只要你沒有發生這種小問題 你後面都會一帆風順的 但是你只要有一點點錯誤 後面就是通通的問題 所以像 我的習慣是寧可慢 那也不要因為 一時的這種便利 造成更大的 問題發生 OK 所以這當然不只是只有在 在做這些事情上面 還有做其他事情上面也是一樣 這個我想應該很多人都知道 OK 那 再來的話 形態 OK 第一個名稱解決了 再來的話 形態 那形態的話當然你要想說 這裡面 到底應該給他什麼形態呢 如果特別重要 如果是姓名的話 比如說像文 裡面放文字 的話 通常會給一個 資料形態 這個資料形態 一般 這個RNT 是整數 varchar 是變動的 字源 var 是 變動的 char 是字源 Test 是大量的文字 這個大量文字的話 一般是可能超過 可能 可能超過6萬多個字 你也許就用Test 然後Date 當然顧名思義 其他的話當然就是相關的數值 那數值特別注意 這個區塊 這個區塊呢 指的是什麼 指的是整數 這個區塊指的是什麼 指的是 也 有小數點的 所以這個區塊 通常我們用比較多是double 如果有小數點的話 用double 所以基本上我們 形態的話呢 姓名就給varchar varchar的話就是 變動常數大概幾個字 給個 如果你怕10個字不夠的話 因為 它是 unicode是 一個 中文字 兩個byte 所以你給10的話 最多是放5個字 所以基本上 你當然可以 如果你怕5個字不夠的話 你可以給20好了 可能還會有人什麼 父姓嘛 父姓 又灌父姓的話 那可能就超過了 或者是說 它的 是像 原住民的 它可能 名字裡面很長一串 也許就會有比較 隆藏的問題 或者像 新住民 有可能 另外的話 身高用int就好了 整數嘛 體重也用int 性別的話 用varchar varchar的話呢 姓名不外乎是男 不外乎是女啦 不過未來有沒有可能會 多一個性 因為現在好像也有 OK 那這邊的話 最多給5個好了 應該就夠了 然後標準體重的話呢 因為有小數點 有沒有 我們這邊有小數點 這個小數點 所以有小數點怎麼辦呢 請你用double 一般習慣會用double double的話就是有小數點的意思 OK 這樣的話呢 做完之後呢 我們就按一個儲存 儲存之後呢 我們就做完就是 在問題1的資料庫裡面 產生了一個問題1的資料表 這個資料表裡面呢 會有5個欄位 那這5個欄位呢 將來我們可以怎麼樣 丟資料過來 所以按儲存 不過呢 現在各位可以發現 這邊 有沒有問題1裡面 有問題1的資料表 當然你未來可以 一直增加很多資料表 OK 然後可以資料丟過來 那接下來 我要怎麼把資料丟過來 當然幾個方法 你也可以怎麼樣 整筆匯入 可不可以 可以 不過 在eSale 怎麼把它匯進來 其實 因為這個可能要 要講很遠 一般習慣這樣 我大概跟各位 另存新檔的時候 通常你可以用什麼 用那個 其他格式 另存新檔 這邊 你可以用其他 其他格式 其他格式 一般如果你要匯到 MySQL的話 你可以用那個 CSV 這裡面有CSV 你可以用CSV 傳到 整個傳到那個 MySQL裡面 他可以整個讓你傳上去 那不然的話 就是說你可以用什麼 用那個 SQL語法 所以接下來的話 我們如果說要在這邊 要下 SQL語法的話 其實你只要往上看 就會看到 SQL 有沒有 點擊他 這個時候呢 如果說我今天要新增一筆 資料 來做 練習的話 那接下來 比如說我要把哪一筆呢 把那個 這個人好了 這個人的資料 丟到哪裡呢 丟到 我們的 MySQL裡面 那當然 你要跟什麼 跟MySQL溝通 因為MySQL 他只聽得懂 SQL的語言 所以特別注意 這邊恐怕你就要 怎麼樣 下那個 SQL語法 不過 還好就是說 如果你要下 SQL語法 我覺得MySQL還蠻貼心的 他這邊有個 Insert 所以你點他就可以了 點他之後你會發現 他還蠻貼心的 Insert into 問題1 有沒有 他都幫你 欄位名稱 Values 你只要怎麼樣 把這幾個 Values 做修正就可以了 那我怎麼修正呢 特別注意 我可以拿那個 我們這邊的資料好了 比如這邊有 有五個 Ctrl C 然後呢 再到這邊 刮五裡面 把它 Ctrl V 不過呢 它的格式不對 哪些地方不對呢 E 中間一定要加 豆點 就是 藍 跟藍的 資料中間 一定要加 豆點 因為一個 Rogo一個坑 OK 然後 這個把它刪掉 豆點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 請注意就是說 如果 這個 姓名跟 性別 因為剛剛的資料 類型 是Value 是文字的話 請特別注意喔 如果是數字跟 數字的話 就不用 不需要 但是如果你是 Value 或者是TEST 文字的話 請你在這個有沒有 資料的前後 請你再多加一個 以前在 Excel是雙引號 不過在 SQL裡面 請記得改成 單引號 就是 前後再加上單引號 這樣就OK了 這個後面加一個單引號 然後 女生的女這邊 前後再加單引號 好 解決了 OK 那我們來試一下 如果你做完之後 你可以試試看 比如說我想要增加第一筆的話 就按執行 當然如果你裡面 沒有任何錯誤 它應該會出現說 新增的一列 那恭喜你 那你怎麼知道 你已經把 這個資料給 新增進來 當然你可以有幾個方法 不外乎就瀏覽 瀏覽就是看一下 裡面你的資料表裡面多了一筆 另外不外乎就是在SQL裡面 下一個SQL語言 就是 Sellate所有 From 問題一 會有這個不用 把它刪掉 一樣按個執行 那你會發現 這邊又多 這邊結果就一筆了 那恭喜你表示 你這個時候 在買SQL 已經有新增一筆 而且可以把它查出來 好 把畫面先還給各位 要試一下 要試一下 好 好 謝謝 謝謝 的於是 我做了 我做了 你沒有請問 那兒 谢谢大家